提起非洲恐怕大家的第一印象都是疾病和贫困 由于长期的种族冲突 热带疾病丧生 供应化引发环境破坏 再加上从前西方殖民主义 独立后腐败的政权 使非洲成为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 世界经济发展水平最低的州 而在非洲中 刚果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 当地有不少吃不饱穿不暖的老百姓 贫民窟更是所有贫困百姓的聚集地 但是在刚果的贫民窟里面 却住着一群这样的人 他们是非洲的土豪 白天穿名牌炫耀 晚上却住贫民窟积不果腹 他们为什么要过着这样的生活呢 大家好 这里是明星观察员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 非洲贫民窟的土豪们 老话说 佛靠金装 人靠衣装 上档次的服装 往身上一套 周身的气质多少会有些不同 所以很多人为了挤进上流社会 都会耗费心思装扮自己 以此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不过虚荣心这种东西不是女人的专利 虚荣的男子同样多不胜数 在非洲有着大片大片的贫民窟 有着食不饱腹的人们 非洲第二大国 港果金 人口数量超过了7100万 但也是一个号称全球最贫困的国家之一 这个国家大部分地区都是一片落后的模样 很少高楼大厦 基本上都是低矮的房屋和贫民窟覆盖 这里的环境看起来相当糟糕 可当地人却丝毫不像是贫困的样子 这就比较矛盾了 在非洲刚果街头 时不时就会出现几道独特的风景 很多当地人都身穿名牌 戴名表金链子 其着装总是走高端路线 与自身贫困的生活形成贤明的对比 这不得不感慨 非洲人都知目土豪的吗 要是有着这一身行头 可还真不是一般人 在人们日出而作的时候 总会有几个西装革履的男子混迹其中 他们身上穿着名牌西装 戴着昂贵胸针 头上一顶绅士帽 脚踏一双擦得正亮的皮鞋 有时手中还撑着一把 看起来非常昂贵的伞 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 贫民窟附近是原始的泥土路 所以不管走得再怎么小心 没过多久 泥土一定会粘在皮鞋上 破坏美感 这时候他们就会极尽优雅地弯下身 轻轻用纸擦去鞋上的泥土 绅士座态十足 如果有不知情的人路过此处 一定会误以为 他们是到贫民窟走访的富豪 毕竟就连当地人 也总是忍不住 向他们投去探究的曝光 可能大家看到这些人的装扮 都会觉得非常时尚和潮流吧 看上去就像土豪一般 而且他们周围的环境 却是脏乱差 所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更加显得他们土豪了 其实这些西装革履光鲜亮丽的年轻人 他们并不是真正有钱 而这些衣服和道具都是租来的 有些可能是花了全部的积蓄 才买了这样的装备 但在他们的心里 却觉得无论自己过得多贫穷 都要有一副好的皮囊 即使条件不好 也要尽可能地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 因此 他们即使是花上好几个月 乃至大半年的薪水 都要去买上一件外表光鲜亮丽的西装 佩戴上金表金链子来打扮自己 在他们看来 只要穿上了漂亮的服饰 站在大街上 也没人知道自己原本是穷人还是富人 无论走到哪里 都会有很多人偷来羡慕的目光 这也让自己的脸面非常光彩 尤其是走在贫民窟里的各大小巷 就会感觉自己和其他穷人们是有区别的 每当他们走到一户家庭面前 就会用与众不同的走资 因此来炫耀自己 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不过这些微土豪一套衣服 能连续穿上很多天 因为他们没有多余的钱 再为自己购买一套昂贵的服装了 他们白天的奢华装扮 是他们竭尽全力为自己编织的一场美梦 一旦黑夜来临 他们脱下身上的敏贵西装 卸下所有的装饰 与周围的其他平民也并没有任何差别 不过也许他们会过得更惨 完全比不上那些正常的平民 因为其他安于现状的平民 都是能省则省 兢兢业业的勤奋工作 将辛苦赚来的钱花在刀刃上 这群人可是完全不同 为了光鲜亮丽的出现在大众面前 他们在穿着打扮上 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积蓄 每当穿着一身名牌穿梭在平民之间 收到别人投来的打量目光时 他们就觉得无比满足 这种虚荣的幸福感 让他们觉得物超所知 可是在光鲜亮丽的背后 他们也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 比如晚上给人休息的时候 他们得换上廉价的衣服 到处卖苦力换取微博的薪水 比如他们很多时候买不起食物 不得不在垃圾桶里觅食虫鸡 可即便如此 他们也从未质疑过自己的做法 他们宁愿在地狱和天堂两端徘徊 也不愿踏踏实实在人间过平淡日子 因此他们这个群体又被称为假富豪 非洲刚果的萨普就是典型的打肿脸 虫胖子 典型的那个想当上假富豪的真平民 萨普是生活在非洲的贫民窟 一家有九口人 兄弟姐妹众多 父母要出去工作 他可以说是姐姐带到大的 等到他大一点了 就开始照顾后面的弟弟妹妹 父母生个不停 也是想改善家里的环境 多一个人赚钱 但实际上多生孩子 只会造成家里更加贫困 萨普的兄弟姐妹 大多人都没读书 生众多孩子 连吃饱饭都困难 读书就更加是奢望了 萨普生活在贫民窟 连看到奢侈品的机会都没有 他又是如何产生购买的念头的呢 这还是靠奢侈品无处不在的广告 以及他有钱老板的带头作用 他的老板和老板娘一身名牌 并且引以为傲 萨普心想 如果我也穿上名牌 也会像老板老板娘一样 变得与众不同吗 我也会躋身上流社会 成为一名绅士吗 即便你有判断力 当这个圈子宠上奢秘之风 你也很难从中逃脱 这些名牌服饰 所谓的地方就是 他从不强调实用性 他知道自己的质量 可能连小作坊都比不上 名牌服饰打广告的时候 强调的往往是 虚无浮夸的东西 他们请名人 请模特举办时装秀 只是为了告诉大众 不用管衣服是否实用 买它就等于尊贵 为了能穿上名牌服饰 萨普也是拼尽了全力 他一开始还好好工作 想着存钱去买奢侈品 萨普有空就去捡垃圾 每天省吃俭用 存了一段时间的钱后 他算了一笔账 想要买到奢侈服装 还得几年时间呢 萨普铤而走险 他偷偷拿走父母的钱 兄弟姐妹赚的钱 还是不够啊 最后萨普把目光 放到了老板老板娘身上 他们钱多 每天偷拿一点 应该不会发现 萨普终于买到了奢侈服饰 他穿上新衣服 走在大街上 享受人们崇拜的目光 路人都以为他是有钱人 只有萨普自己知道 为了今天他努力了多久 不过萨普知不知道 当他穿着奢侈服饰 出现在菜市场和垃圾厂 晚上又去住贫民窟 这幅场景很讽刺 最后萨普偷钱的事情被发现了 他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 这些人为什么要做这样私容的事情呢 其实就是源于他们内心的那一份追求 因为即使是物质非常匮乏 但是他们想要追求精神上的一种满足 于是他们穿着华丽的衣服 戴着昂贵的首饰 虽然自己是穷人 但是至少曾华丽过 灿烂过 这已经值得了 他们那颗追求时尚的爱美之心 即使平常吃着便宜的饭菜 住着简陋的房子 也要买好看的衣服 但是他们的年收入不到一万新台币 吃饱穿暖都还是一个问题 假富豪很讲究 哪怕自己的生活过得再糟糕 他们在买名牌的时候也非常爽快 就算攒了几个月的工资 只能买一件衬衫 他们在掏钱的时候也不带一丝犹豫 值得一提的是 他们始终坚持只买正庭的原则 宁愿买二手货 也绝对不会买假货烂于充数 当然了 这样的生活方式也引来很多人非议 有人认为 有什么样的能力就过什么样的生活 在能力范围之内 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比什么都强 实在没有必要打肿脸充胖子 但也有人认为 人生短短几个秋 怎么快活怎么秀 只要不投不抢不犯法 哪种生活方式都是无可指摘的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如何看待非洲地区的假富豪 请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次再见吧 这个更新的 Server